只要學會城市撰寫和基本的機械設計 就能從被機械手臂淘汰的失業者 轉變為操控機械手臂的專業人才 為了幫助民眾學會一技之長 勞動力發展署在歡慶週年慶的同時 特別推出一系列的職訓體驗課程 這次的系列活動就是讓民眾可以了解到 我們勞動力發展署有各種不同的職業訓練 從最傳統的記憶到最現代化的所謂的 綠色太陽能到機器人或是3D列印的部分 透過這樣民眾可以讓大家認識 也知道說這些機器可以做成不同很多產品 讓民眾可以進一步的來參與我們的訓練 對整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也更好 各類的職訓課程將從3月7號起 在全台五個分數陸續推出 不管是傳統的手工技藝 創新的3D列印技術 還是改造太陽能電動車 機器手臂等 發展署不但提供免費資訓 還會進行後續的就業輔導 所有的受訓都是免費的 對一些比較特殊的像原住民或是身心障礙者 我們不只你來設受訓的話 還可以有一些生活經濟上的補助 然後我們受訓完以後 基本上所有的人的工作機會 都超過兩個以上 勞動力發展署希望藉由一系列的免費課程 讓失業者都能成為職場上自首可熱的人才 想讓自己無所不能 就業無往不利的民眾 可別錯過這次的大好機會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